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深层面对听众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在2015年11月12日 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是周乐 首先介绍今天的节目流程 在上半场访问资深理财顾问李佳音 下半场访问top one investment负责人天爪锅 首先欢迎李佳音小姐 佳音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心里面不管您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答案 但是如果您对于自己的retirement生活正在考虑 正在有困惑 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忧愁 您的问题一定想要知道这个回答就是退休金要多少才够供给我们过漫长的退休的生活呢 对啊常常有客人来问我到底我要有多少退休金才算足够 一百万呢还是两百万 甚至还有一些客人说要五百万 那我就问客人呢 那你将来退休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您是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因为你用一个总数来计算的话呢 你怎么知道你是要活多久 还有你的quality of life是要怎么样的 你一个月您是觉得说您需要五千块呢 还是一万块钱 那我就要问这个是税前的呢 还是税后的 对而且还有人问说这一万块是我 还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的 所以每个人回答真的都是不太一样 那先生多半花钱比较少 钱都是太太在花的啦 对但是常常在计算这个都是先生在计算 然后有的先生还说一万块是我的哦 不算他的哦 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听他们的回答 但是还蛮interesting的啊 蛮好笑的 是 然后呢 我又问他们说 你们退休的时候呢 是要乖乖的待在家里 还是要去环游世界 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 您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您身体是很健康呢 还是你将来会要常常往医院跑 就因为这些关系 所以每一个人回答方式都不一样 要我帮他们做理财规划方式 也会不一样 我相信您对于他们来请求答案的时候 您一定也会问他几个问题 比如说您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现在的monthly obligation是多少啊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吧 对 另外还要问他说 你房子pay off了没有 等到你退休了 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再付你的mortgage 当然了 你这个房子你是住在豪宅呢 还是你downsize啊 你每年的房屋税 HOA 你直接通到算议去 property tax 是 HOA 对 这些都是逃不掉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和别人的生活模式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呢 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年龄退休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 五十几岁就要退休 可是做到七十岁 还是不想退休 他说 哦 只要公司不保kick out 我就要一直要做下去 所以真的是 每个人是不一样 那当然呢 每一个人啊 退休 他的理财规划计算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 我都要跟他聊一聊 要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还会问他说 你现在是不是常常还在做一些股票投资啊 还是说你是非常保守的 你的钱统统都是放在money market里面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好 非常明白了 所以说 在现在为止 莉莉因为您做financial advisor 已经很有一段历史了 那当初来给您做理财规划的这些朋友 那个时候也许还年轻 现在呢 也慢慢慢慢都已经开始考虑要退休了 这个是不是您今天要来讲这个主题 退休金多少 才算足够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啦 讲退休一定要讲退休计划 你没有计划 你退休就很辛苦了 当然你也不想变成儿女的负担 还有很多人呢 希望说退休还可以环游世界 不要躺在床上 生病要是现在好好练练身体 这些也都是做退休计划 很重要的一环 好的 家庭理财是不断地学习精进供应客人的最大的需求 不同的家庭他们的需要也是不同 因此呢就会为家庭还有个人做不同的计划 并不是事事都一刀切 加一理财的预约电话是408-839-8596 408-839-8596 办公室的地点是3080 Oca Street C210 接您的拼法是 OLCOTT 在Santa Clara 接着我们就要来讨论 如果说真的有计划 但是要做成一个成功的理财的规划 它的关键之处到底有哪些 对我们退休的时候大家都关心的 就是有三件事 就是老办老友跟老本 老办老友跟老本 可能是要老本来support老办跟老友吧 对然后因为你的孩子恐怕都是教自己的朋友 也比较很少的时间能够一起陪你变老 所以自己要先稍微顾虑一下自己的下半身 那当然说有健康有亲情还有友情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但是呢很多人实际上欠缺着整体的财务规划 然后也没有什么正确的观念 常常他就是左边听一听右边听一听 所以都是一些枝枝节节的 然后常常就会忘记一些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 不要在要退休的时候 就不好好的接受主要的资讯 而是去接受一些杂讯 这些杂讯呢你听我讲 都没有什么在技巧上和基本上的学习 我在这边要强调呢 需要有一比较严谨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然后清楚知道你的方向 有的也不要太急 也不要太慢 会举足不前这样子 那我现在呢有五个财务规划的几个优先次序 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哦有五个 好请来听佳音小姐娓娓道来 通常呢第一步都是要有一些保险的规划 因为保险的规划在你的人生各个阶段 它有一个保护伞 它就可以面对你人生不确定的风吹草动 这些相应的对策 也不会不小心陷入一个意外 在困境里面出不来 那第二点呢 就是要你清楚你的税务规划 让你知道如何在符合税法的情况下 合法的节约财富 第三投资规划 就是让你辛苦赚来的钱也可以干活 什么意思呢 你赚来的钱实际上不是一个死钱 是一个活钱 你要想办法让它雪球越滚越大 越来越多 第四点要讲的就是退休规划 选择对跟错的退休计划 当然是差很多啦 我们当然要选对的 是 只怕我们做错的决定 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太清楚 所以选错了 对 所以在这种时候 你这些退休的规划 还有财务管理师 对你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第五当然是遗产规划啦 第一个是要合法的节约遗产税 那第二个是要照你的意愿来分配财富 那遗产规划 通常也都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有一定的领悟以及财务的实力 才会去认真的考虑这些事情 那有些人把人生当作一场棋 一步错就全盘皆输 对 所以那有些呢 记忆高超的 更有方向的思考 后来层次呢 也会就是在稳定中求成长 有些人他用自己的退休金 跟自己的同事来比较 他觉得说 我跟这个同事一起上班了这么多年 我们的薪水也差不多 我们存兴趣的401k也差不多 可是为什么快要退休的时候 我们的amount会相差到50% 可能保险规划啦 投资规划 还有退休规划 步步都做的不是那么尽善尽美 对 可能有的是要登高望远 有些就是采取捷径 有的要快 反而失去了更多 那当然那些专业人士也不是遍地都可以寻到的 你当然要找到足够有高度级专业的人 站在客户这边方面 帮你做一些专业的指导 你才能会有一个很丰厚的退休资金 嘉一您刚才提到理财成功的五个关键 您提到了这五种不同的规划 那这个在时间的顺序来说 也是要按照您讲的先后顺序吗 对 你想想看 那个保险你也知道 越年轻越健康就越便宜 所以当你有家庭有孩子的时候 这个就要开始做了 那税务计划这是年年都需要做的 像有些投资放在年金里面 放在保险里面 这些根本就不用锈在你的税表上面的东西 这上面的增长就不会影响你缴税 那这个也是年年都是要做的 那至于退休规划 我从前也说了 至少要给自己十年 当然更长又是更好了 那遗产规划说实在 没有财产做什么遗产 所以你就要差不多有一个实例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认真考虑一下 你将来怎么分配你的财务 或是你要给你的孩子 这样子到底要给谁 这些东西就要做一做 听众朋友年纪层也有的是慢慢的增加 然后我们的新的听众群的年纪是越来越年轻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趁早来做 充分的时间来养大自己的财富 才是上策 嘉宁理财的电话号码是408-839-8596 408-839-8596 面临岁末年中 现在在11月12月是最佳的 来替自己的IRA401K来Maxout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拿起电话来预约的这个机会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嘉宁理财 理财嘉宁 审税策略 终分收入 深潜利益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长期护理 投资型年金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自电408-839-8596 839-8596 www.goldi.com Class College Prep新法学院 黑色星期五学费减免大优惠全面启动 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千万不可措施良机 有八年级至十二年级的家长注意了 大学申请起早包装及规划 四年或五年一条龙升学计划 包括高中学业成绩 导航 性向分析高中选课策略 主题活动指导 升学辅导 大学申请咨询 大学入学申请作文 SAT ACT课程 学费折扣高达对折 心动不如行动 请把握良机 立即拨打报名热线 510-668-0880 510-668-0880 这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Flex College Prep 新法学院 各分校黑色星期五学费减免 名额有限 报名从述 额满即止 洽询专线 510-668-0880 最近市场变化莫测 您害怕退休生活无法保障吗 退休计划五花八门 您懂得选择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威廉峰 11月14号在Crovertino Fremont 两场免费 退休投资规划讲座 威廉峰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于史丹佛大学硕士毕业 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 退休投资策略等 报名电话 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本公司程征电台DJ助理 须有合法工作身份 董中英语 半职会开车 工作地点于山景城 环境优 有意者请将履历 便邮至svcmedia usaatgmail.com 立即安排面试 为让南湾民众 晚上搭飞机更加便利 新一旅行社提供南湾造就金山机场 专车接送服务 每天晚上8点半 在New Peters的世子城超市门口 9点钟在Cupertino永和超市门口 每位只要25元 将新一旅行社订机票者 更优惠为15元 请大家告诉大家多多利用 有意搭乘者请上网到 www.marysontravel.com 或致电408-727-0570 727-0570 查询 我浪法一代大师 蔡明知要开课啦 叱咤股市35年 成功秘诀大解密 独家授课 请囊相授 五大主题 并加实际案例操作 12月5号课程已额满 现增加12月12号课程一天 在12月4号之前 报名并缴费者 享有100元off折扣 全费包括早午餐 报名从述 预知详情 请致电650-968-2000 分机103 或上网 svcmedia.net 查询详情 听众朋友 我们在上半场 由李嘉音小姐来带您了解了 每个人到底需要多少退休金 才算足够 希望大家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谱 也许最重要的不是dollar amount 而是在这一生中 您自己的五个关键 有没有把握时机 有没有做好 万一每一项都只做了一点点 我们就趁早 现在就把它补足起来 接着呢 我们在下半场 再度访问李嘉音小姐 嘉音你好 周伦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五个关键 能够fill in这些计划呢 当然就是要靠很好的产品 我们现在就请嘉音来给我们介绍 好的理财产品 你好的理财产品 当然要从一个周详的退休计划开始 我们刚刚有讲到保险的部分 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 现在年纪这么大了 买保险好贵啊 人寿保险总是要从自己的腰包里面 掏出钱来 有点心痛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很好的人寿保险 它是return of premium 意思就是说 你放进去的premium 以后将来全数造还 什么时候还给你 它有不同的program 有15年的20年 也有30年的 退还了以后还有death benefit吗 通常呢 这是turn的 15年 20年 或30年 那也就是说 以平常的这个turn life来讲 比如说30年 到了30年 来挺休计就没有了 对啊 term是没有cash value的啊 对 但是它这个就是到了第三十年 它把你所付出来的premium 全部还给你 哦 对 当然它的premium是 这个是革命性的好处 对 比普通的要稍微贵一点 但是好处就是说 你将来30年 这个turn结束的时候 它钱全部还给你 wonderful 对 那也有GOL也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以前买的turn life 可不可以来1035到这一种turn life呢 以前的turn life是不可以的 因为turn life是没有cash value 当你要做1035 exchange的时候 一定是要cash value的 但是return of premium的话 意思就是说 把你缴进去的钱全部还来 还给你 当然啦 当中的利息是没有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至少本金是都拿回来了 是 所以如果说可不可以花钱的 买life insurance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好 当然老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long term care 现在有些life insurance里面呢 带有这些long term care 还有living benefit的 这些呢 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当然呢 我们要想想 我们的这个退休金从哪里来 现在呢 有些人他的401K啊 或是Aira 或是mutual fund 觉得说 都不能保本 又尤其最近的股市 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概有个8到10% 那如果说 你想把你这些401K或Aira 放在这些 能够保本的投资项目 或是甚至于将来 提前取来的回报 是不用缴税的 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能够有足够的金钱 然后将来让自己 很有尊严的这样活下去 当然愿意 不要做这个伸手牌 像孩子要钱 然后自己医药费都发不出来 要第二支以上 可能都是要看脸色吧 这种看脸色实在是蛮难受的 我们通常大家都不知道 自己的生命有多长 所以呢 也很难预知将来呢 到底总共会花多少钱 如果说你退休的时候呢 如果像发放工资一样 像social security一样 这样一直给你 这个月花钱呢 下个月 你的银行又有钱进来 这样不是就很好 所以的话呢 心情就会好 身体也会无灾无病了 对 那你这些钱呢 所有说实在 现在你都可以计算出来的 你将来这个 lifetime pension 加上你的 所有security 你到底每个月有多少钱 你拿你现在现有的401k或aira 甚至于就是拿你的cash来补足 如果在一个投资计划里面 有一个合理的回报 而且还有升值潜力 又能保本 甚至于有时候还可以免税 然后你花钱的时候 他仍旧还可以再赚钱 然后他限制又少 又有高度的灵活性 用不完的时候 还有death benefit 留给自己的下一代 这样子的退休计划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算是什么 有很多annuity都有 这种功效 我们现在去讲到年金了 对 我们现在讲一下年金 很多这些客人退休的时候 他们想说 我到底要拿像普通计算的方式 5个percent这样子拿呢 还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多拿一点 有些客人说 他刚开始想要多拿一点 因为他有力气呢 他要出去环游世界 可以玩一玩 等到老的时候玩不动了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但是有些人认为不是这样 他认为是现在年轻的时候 不生病 虽然要出去玩 但是老的时候 如果一生起病来 这些医药费才是更可怕的 那不是有health insurance吗 有health insurance 但有些东西也是不会cover的 对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各大的保险公司也推出不同的产品 那我现在要讲的这几种呢 有可以多拿一点的 一开始呢 可以拿7% 过了差不多20几年之后 所有的钱都耗尽了之后 他就用3%这样子一支赠送给你 到您过世 或者是说先拿6% 等到资金耗尽 然后保险公司就是一支赠送4% 一直到您过世 或者是说您就乖乖的拿5% 所以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一些呢 是RMD friendly的 意思就是说 当你在withshore 你到70岁半一定要拿RMD的时候 他也不扣除你这些每年可以增进的 比如说他每年如果给你6% 你RMD如果拿3.8% 他就那一年还会给你2.2的利息 所以他就从你每年他要给你的利息当中扣除 所以你还是至少有一些增长 这样子 这么复杂的计算公式 如果说来找佳音来替我们设计 那这些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些已经开始领钱的人 已经没有什么精力 还有脑力来精准的计划的好的人 您就来帮他们又设计 然后又执行 对 所以通常客人打电话来的时候 问东问西 我都会说 你要不要那个Payment 我们稍微聊一下 我就知道您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呢 哪一种Program是对您比较好的 那有些人这个也喜欢 那个也喜欢 就资金这里一半 那里一半 这样子的客人也有 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至少客人安心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呢 就是还想在股票市场里面混一混 但是另外一些呢 又想保本 那我现在就讲一个 这个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的 这是一个刚出来 大概两三个月的一个新产品 它可以让你自己adjust 比如说股市呢 Downturn 10% 这个通通都不算你的份 公司帮你吃下去 但是它成长的时候就有个cap 它成长的cap是16.25 有人就说10% Downturn不够 我要40% 公司也有 但是你这样的成长的cap 就只有3.5 所以它的保护圈呢 是可以上上下下移动的 如果说你要保护的多 你成长的就少 比如说保护10%的话 你成长就差不多有个16.25%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也很受大家喜爱 它觉得说股市动荡不安的话 至少我Downturn的时候 我不会省失钱 对 未来的市场到底怎么样perform 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有这种能够保抵 然后又有上涨空间的 可能是我们在自己的知识 还有自己的智慧能够判断之下 最妥当的方法 对 还有就是有每年给6%为底的 它连续给30年 它是每季帮你锁定 AB quarter帮你锁定 人就还有7%的 永无止境的这样子锁定的 也有 所以完全都要看客人 像这个7%的这一家呢 我就会问客人说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在股票市场 玩mutual fund的话 它一年给你10次免费的allocation 你们就可以玩一玩 所以有些客人呢 就是一半放在这里 另外一半就放在10% 帮你保护的那个product里面 让他自己玩得开心也安心 但是大家要记住 自己玩自己的风险 就要自己承担了 对 但是呢 他说不玩每天日子也难过 所以看着股市这样上上下下 所以拿一点钱出来玩一玩 也是OK的 希望家里不会有争执 因为毕竟玩的是自己退休金 对 所以通常我都会是说 你拿多少%出去玩 然后放在保本的地方 至少这一段时间 市场down算 从来我还没有任何一个客人 说complain的 因为他们都有这些保本的percentage 7%6% 对 大家高枕无忧 他们高枕无忧 我也高枕无忧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11月了 已经到了last quarter 很多要做define benefit plan的都要快码加鞭 赶快在12月31号之前做出来 像我刚刚讲的这些long turn care 还有life insurance living benefit 这些通通都是退休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退休的时候 希望雪球越滚越大 所以一定还是得参与股市 但是又不希望这个雪球没有 所以就要避开风险 在这边再次跟听众朋友讲 一定要在稳健中成长 非常感谢佳音小姐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到此要进入尾声了 为了照顾到在后来 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们请佳音用30秒钟的时间 把我们今天在上半场的两大主题 还有下半场的这些产品的精华 再度告诉大家 好 我上半场讲的就是退休金要多少才算足够 最容易计算的方法就是用你的monthly expenses 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这样来计算是最好的 另外就是理财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我讲了五项优先的秩序 第一个就是保险规划 第二个就是税务规划 那第三个就是投资规划 第四个就是退休规划 第五个就是遗产规划 所以希望大家这些方面都已经规划好了 好 刚才报告的这些五种不同的成功的关键 跟自己的年纪从什么地方开始做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大家有的时候还是避免讲到遗产规划 其实只要在自己神志还很轻的时候 健康情况还很好的时候 自己的财产大概都已经定下来了 那个时候再想到遗产规划也不算太迟 对 好的 我们在岁末年中非常高兴 佳音小姐再度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再把联络到佳音的方式告诉大家 408-839-8596 408-839-8596 欢迎您电话预约一个face-to-face的meeting 谢谢佳音 谢谢走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接着呢请收听 我们下半场访问Top1 Investment 能天抓锅的反弹时间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免税绝招 W2税后投资如何终身免税 退休巧招 旧的401K IRA 如何建立零风险个人Pension Plan 省税高招 小生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省税额 本周六万富理财全方位 省税免税财务规划讲座 由著名税法教授 国税局注册退休计划顾问 全球保险业顶级资格领财师联合举办 报名专线1-888-835-0698 888-835-0698 董燕洁房地产经济 Kellor Williams Palo Alto 董燕洁归谱同业14年 现有两房要卖 363房两玉1200尺公寓 在Arcadia Terrace街上 开价75万5千 东盛河西Town House 四房2.5玉1400尺 租金2500 开价44万5千 请致电650-867-1248 650-867-1248 董燕洁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建话650-867-1248 DRE No.01377923 本公司程征电台DJ助理 需要合法工作身份 董中英语 半职会开车 工作地点于山景城 环境优 有意者请将履历 电邮至sbcmediausaatgmail.com 立即安排面试 免税绝招 W2税后投资如何终身免税 退休巧招 旧的401K IRA如何建立零风险个人Pension Plan 省税高招 小商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省税额 本周六万富理财全方位省税免税财务规划讲座 由著名税法教授 国税局注册退休计划顾问 全球保险业顶级刺客理财师联合举办 报名专线1888835 0698 88835 0698 五浪法一代大师蔡明芝要开课啦 赤刹股市35年 成功秘诀大解密 独家授课请囊相授 五大主题并加实际案例操作 12月5号课程已额满 现增加12月12号课程一天 在12月4号之前报名并缴费者 享有100元OFF折扣 学费包括早午餐 报名重述 预知详情请指点650 968 2000 登经103 或上网SBC Media大奈查询详情 严邦掌息在即 最后时刻来到大陆的福音 只要贷款额超过62万5直到300万 屋主自住屋30年固定3.75 15年固定3.375 头10年固定3.375 头7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875 投资物业也可做 仅仅多了0.125 经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金正路.com查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戏骨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我是代理主持人李佳音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晚上 2015年11月12日星期二星期四的财经节目 我们今天下半场专访的嘉宾是 Top 1 Investment的资深贷款经济 Kendra 郭 Kendra您好 各位听众您好 好 我们知道最近联储期消息不断 都是因为要不要加息的事情 这个事情大家听的都是沸沸扬扬 那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过去两个星期市场上的利息 对我们的影响 OK好 那首先一个就是说 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都可能都比较 其实我这里很多客户 也已经知道这个利息 已经涨了蛮多的 那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主要的这个就是说 还是基本上维持在一个高位运行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 没有低过这个2.3的 这个我们讲的十年公债 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 其实这一次是延续了 这个联储期上一次 这个议席之中的讲话 就大概不到两个星期前吧 他们的一个讲话就是说 或者是一个就业报告 这个之后出来之后呢 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暗示 在这个12月峰会加息的这种可能性 讲得非常非常的 我们讲的是说 虽然讲暗示 也激进民事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有不少的 就属于歌派的 传统的歌派的 这个一些Fed的一些 President 就是Each Fed里面 有分12个7的President 的一些传统歌派的人呢 都在出来讲话 又才觉得这个加息 12月份加息的 7年之内加息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那再加上上一次的议席之中呢 9票对3票的 这个加息的这种决定 这个让市场上的 这个普遍来讲的倾向于 认为12月份加息 应该是势在必行的 从早期的这个12月份的 这个加息的这个机会率呢 就是说市场的预期 是30%的机会率 是12月份加息 到最近这段时间 接近70% 就这几天啊 因为非常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呢 这个有个比较明显幅度的 这个上涨 所以呢 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星期以来 我们也没什么太多好消息 这个就会报告 比我们议席中来得更好 那也等于市场上 就是说更加相信 联储机有这个必要 加息的这个必要 再加上联储机里面 这么多人出来 明示暗示都讲要加息了 这个其实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我们也是非常 我自己来讲有点不明白 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联储机呢 不但是明示暗示都讲了很多次 要连理之内 希望看到这个加息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投资者呢 就是说会相信联储机 不会加息 在前一段时间 就是说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 假设我们重塑以前的 我的这个节目 这个反弹之争 我们讲了好多次 实在也很会加息 哪怕在 那些降到最低的那段时间 我也讲了很多次 这是一个不加息 它带来这个 对经济带来这个伤害 其实是更大的 不加息 市场普遍的 要加息的这个时候 联储机如果不加息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市场 会怀疑是什么呢 这个信心会没有了 大家都觉得 应该加息 你不加息的话 代表经济比我们想象中 来得更恶劣 更差 在这种情况下 会打击这个投资者信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 CFN加息 其实基本上 是符合市场的这个意气 所以我们也 不要有太大这个意外 那在这个节目以前 我们也讲过 这个加息呢 其实它并不是 对经济的 并不是这么可怕 不是这么可怕的原因 它代表是一个 财富的一个转移嘛 对不对 加的利息 利息上涨 对于欠债的人来讲 它还的利息 钱增加了 但是呢 对于借钱给 需要钱的人 那些来讲 它的利息收入增加了 这个财富 是代表一个财富的 这个转移 所以它并不是 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联储局的这个加息呢 其实也并不 就是说市场的这个打击 并不是想象 不是大家想象中 来得这么差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联储局这个加息呢 在今天的12月份来讲 其实比预期中 已经来了晚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 你真正要加的时候 9月份应该就要加了 不是等到这个12月 但12月份 我觉得也是not bad 这是一个显得 但是我们 我们比较清醒的 认清楚这一点 就说加息 它不是只是一次性的 所以一次性呢 那不要挣扎了这么久了嘛 主加0.25呢 我觉得市场上 太容易消化了 0.25的这个利息 加息它代表是一个周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加息代表一个周期是什么呢 加息的这个周期呢 它是代表就是说 它是这次加完这个之后 可能隔了两个又再加 隔了再隔两个又再加 它是联系 市场普遍来讲 有不同的这个认知 从一年之内要加一个% 到一年之内呢 加1.25的%呢 都有人在猜测 那我们看最近这几天来讲 有不断的有很多的这个 甚至我经济学家 有些一些大的这个经济学家 讲了甚至我加了2.25% 那就蛮厉害的 在未来就两年之内 这个但是我我个人认为呢 2.25呢比较偏激了一点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按照早前的这个时候 的预期是什么呢 就是说最早期是6次 联系加6次 这个那就是代表的周期 我们讲从12月份开始加 每次开会基本上是在加息的 但是问题加息这个配 到底加几次 从早期的6次 到后期的5次 那现在最新这一轮 早一段时间 是加息加3次 然后再观察一段时间 再加2次 也是5次 只不过呢 分阶段性加息 那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这个观点 可能比较正确一点 联储机可能加息的这个时候 同一时间半岁的这个加息 会讲出一些 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 这种讲话 那所谓的温和意思是说 它很可能只是考虑加3次 然后呢 会停下来再观察 但是呢 千万不要 不要就是以为 只加一次就停了 那是毫无意义的 那倒不如不要加了 这个利息 那对市场冲击这么大的话 所以基本上 加3次 这是最少的 这是市场上的这个预期 那每两个月加一次 每两个月加一次 比如大概0.75的这个涨期 所以假设 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未来 是我们个人这个预测 就是说从经济这个 未来这个整体这个走势来看 这个加息这个行为呢 对联储机来讲 应该是一个实在必行的 那从过去的一个就业报告 从这个 我们讲的就业报告 比我们一起来得更强劲 那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说 不过这里有点 这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我们看到工债这个利息的 这个上涨这个幅度 是比较大的 OK 房贷这个利息上涨 这个反而呢 这个比较温和一些 那这个最少相对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 只是说 从我们 但是也涨了 基本上整体来看 都是涨了蛮多的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我是觉得呢 就是说 假设呢 你现在在这个市场上 在犹豫不节啊 或怎么样的话呢 那这次我们以前讲了很多次 狼来的故事 讲了很多次了 那我想就是说 在这个节目中 在周六这个节目之中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次 好几年前 我们讲的狼来了 狼来了 要加些准备 一次都没有完成过 那一次都没有完成过呢 那这一次 看来 应该是 真的 是躲不了了 这一次 那我想这个不用我问 我想你也知道了 大概就预计得到 这一次是真的躲不过了 而且呢 是重要点 躲不过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一旦加了 就回不来了 我们讲一下 一旦加了 这个意思说 只要有那么加息 第一次 它必然有联系三次的加息 加完了这个之后呢 它不可能在 跟着下经济不好 它马上减息了 那这个是对这个 这个联储集的这个信用啊 这个这个 我的它的这个威望啊 威信呢 会造成一个致命性的打击的 加完就是不可能 短时间真的不太可能回来了 这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一旦加了 必须基本上就回不来 它有个固定的这个pattern 就在那里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只要它没有加 市场都有不同的这个产测 可能会迟 可能会这个 会那个 会导致这个利息会波动 可能有时候会跌 有时候会涨 如果一旦涨上去了这个之后呢 我个人认为 可能就跌不回来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就是说 我们这一侧的这个意义啊 跟以往啊 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加息 加完了这个之后 很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 有机会要做贷款 有机会什么 我们千万不要抱着 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啊 这个利息 其实我有不少客人啊 就是还是会接到 利息 经济现在不是很紧气 中国大陆也不太行 然后很多的国家的 这个各方面的 这个经济不太行 这个利息估计 可能搞不好 还会再跌一轮啊 这个也很正常啊 这种想法 那我的观点是说 这个就是说 我们从整体这个经济看呢 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呢 实际上 它的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啊 要比其他国家来的 更强势一些 那实际上 我们刚才所讲啊 就是说 其他的国家会有影响啊 但是呢 联储机在他上一次 这个会议之中呢 他特意的 downgrade 其他国家对 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冲击 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就在 在这个9月份的这个 议息的这个过程之中 联储机 比较强调国际市场 对经济的这个影响 在上一次的议息呢 在上一次的议息呢 议息之中呢 美国这个联储机呢 刻意呢 downplay了 就是说国际市场 对这个美国在级市场的 所造成这个冲击的影响 那这个呢 就是说市场的 普遍的这个投资者认为呢 就是说 这是联储机刻意呢 为了12月份加息呢 铺了一条路 所以在10月份的这个议息的 这个这个 讲法之中的联储机呢 刻意就是说 因为你要讲国际市场来讲 可能再强调国际 可能搞不好 真的不要加息了 因为国际市场基本上 没什么好过呢 我们看到这个欧洲 这个欧洲还讲要加码 这个QE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亚洲的这个国家 台湾现在还最新要降 负百分之一的这个GDP成长 我们也看到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 也在衰退 然后日本呢 也没什么好日子过 那就是说 这个南韩 也相对来讲 以前是比较好的 现在也不太行 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整个基本面 整个亚洲的这个基本面 都并不是一个好日子的 这个情况之下呢 美国如果我们强调 国际市场的话呢 那美国是真的 没有加息的空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比较倾向的 为主说 联储吉 刻意当play的这个 这个国际 对美国市场的这个影响 他其实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 还是有这个铺掉这条路 这未来这个加息的这个路 所以呢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之中 已经也讲过 一些经济上的一些 基本面的这个尝试 我们趁这个 这个节目有这个时间 有时候我希望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所以讲一讲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我们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 美国这个政府 这个加息这个行为呢 它主要是一个担心是什么呢 这个 加完息这个之后呢 美国呢会变得 美颜会变得更强势 如果美颜更强势的话 会影响美国的这个 普遍的这个 美国整个国家 对国外的一些竞争力 或者是说 美国本土的竞争力 会受到影响 这等于你 如果美颜很强势的话 这等于美国 美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美颜的这个 美国生产的这个东西 会变得更贵了嘛 在美国国家生产会更贵 所以美国的这个制造业 可能会受到拖累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它也会造成是说 国外进口的这个东西 会更便宜到 而美国进口到国外的 这个东西变得更贵 如果是一个过度强势的话 美颜会造成这个伤害 我们刚才所讲 就是说加息 并不是一个 完全负面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 就是说大家有心理准备吧 就是在下一次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这个打击 就是说这个加息呢 就是 已经充分反映在 我们今天包括五年的公债 包括两年的这个公债 甚至三十年公债 十年公债 已经反映出 但是呢 反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两年公债 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这个波动稍微大一些 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 这个是代表着说 联储局这个加息是 是比较快的 而且标印的大概0.75左右 在明年上半年 这个加息的这个幅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说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 就是利息呢 这一次的这个上上这个调整呢 可能不太容易回落 但是 但是呢 我认为现在这个利息呢 可能稍微冲过头了 因为呢 我们待会在这个节目的下巴呢 有机会呢 就跟大家解说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个利息 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小程度的回落 但是回落空间 可能并不是非常非常大 好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专访的嘉宾 是Top1 Investment的Kendra Go Kendra Go是资深贷款经纪 她的电话是408-218-9760 408-218-9760 Kendra的email是 Kendra008 at yahoo.com Kendra008 at yahoo.com 我们节目精彩 请别走开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您目前还在付机缘的房贷利率吗 告诉您的好消息 Top1 Investment 是一家专业的房屋贷款经纪人公司 他们对于各家银行利率审核及条例 相当了解 为顾客节省时间 并规划最优惠的贷款方案 如您有任何房屋贷款的问题 请找天抓锅 服务电话是408-218-9760 408-218-9760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查询 408-689-2509 您或亲友想摆脱亚健康 摆脱疾病 甚至摆脱癌症的困扰吗 大家想在新的一年 健健康康的吗 请立即联系北京中医奥大学 麻仲学医师 中半岛门诊电话 650-350-1863 650-350-1863 650-350-1863 本节目由保险理财权威 赵世文三分处赞助播出 联络电话888-746-6688 本公司成真电台DJ助理 需要合法工作身份董中英语 半职会开车 工作地点于山景城还定优 有意者请将履历 便由至sbcmediausaatgmail.com 立即安排面试 古浪法一代大师蔡明知要开课啦 叱咤股市35年 成功秘诀大解密 独家授课请囊相授 五大主题并加实际案例操作 12月5号课程已额满 现增加12月12号课程一天 在12月4号之前报名并缴费者 享有100元off折扣 全费包括早午餐 报名重述 预知详情请致电650-968-2000-30103 或上网sbcmedia.net查询详情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bcmedia.net网站重复书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bc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bc 最近市场变化莫测 您害怕退休生活无法保障吗 退休计划五花八门 您懂得选择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威廉峰 11月14号在Curvetino Fremont 两场免费退休投资规划讲座 威廉峰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于史丹佛大学硕士毕业 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 退休投资策略等 报名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您目前还在付金元的房贷利率吗 告诉您的好消息 Top1 Investment 是一家专业的房屋贷款经纪人公司 他们对于各家银行利率审核及条例 相当了解 为顾客节省时间 并规划最优惠的贷款方案 如您有任何房屋贷款的问题 请找天抓锅 服务电话是408-218-9760 408-218-976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代班主持人李佳音 我们今天专访的嘉宾是 Top1 Investment的资深贷款经纪 Kendra Go Kendra Go的电话是408-218-9760 408-218-9760 她的email address是 Kendra008-yahoo.com Kendra 我们现在继续我们上半段的访谈 刚刚您提到说这个利息会回落一点 这样子听起来 听众朋友一定都兴奋了一下 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是怎么样回落法 OK 首先我们从经济的基本面来去分析一下 就是说 首先一个就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联储机涨息 那涨息必然是代表 就是说利息上涨 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美国的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市场 它是一个来自有全球各地的投资者 尤其债界这些 美国的债界有来自吸引了 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它有时候涨息 并不是完全基本面积决定的 尤其联储机加息或怎么样 它可以起到一部分的利息的决策 决定 但是也不是完全是 因为美元的利息 基本上还是由国际的资金去主导的 联储机起了一部分作用 OK 所以它加完去 会造成几个什么后果 我们就分析一下 第一就是说 如果美元加息的话 必然会导致就是说 以美元算价的这个资产的价值提高 对不对 因为就是说 从国际的这个投资者 假设你是在欧洲 或者是亚洲一些国家来讲 他觉得是说 投资在美国的这个资产 在你到亚洲这个银行存款 存台币好了 我几个例子 台湾的 存在台币里面 可能就是零利息 或者一个不算的这个利息 而美元这边可以存一个 1.25啊 1.3啊 1.5这个利息的话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国外这个钱 他不愿意存钱 到他本地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 他并且转到美国这个市场来存钱 因为美元提供个更高的这个回报力 OK 存款的这个利息回报力 要么存款 要么买进再间 要么买其他东西 他的回报力更高 这是一点啊 就是说 假设美国这个涨期的这个时候呢 必然会导致以美元计算的这个 存款的利息 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利息的这个回报力呢 是在上涨 这个呢 可以吸引到 不单只是美国人存钱 它会吸引到其他世界各地的这个投资者 他们也会进入这个美国这个市场 美国市场市场去 去存钱啊 这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说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除了这个进来这个之后 那我们刚才所讲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资金的这个supply demand跟supply的 利息决定于demand跟supply 我们刚才所讲的意思就是什么 这么多的这个情涌到美国来 以美元的这个资产 这个这个 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讲啊 第一 美元的这个回报力会上涨 因为利息上涨 会导致你存款利息也上涨 各方面的贷款的利息也上涨 等于贷款的机构 也可以提供个更高的回报力 给他这个投资者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来 就是说 美元会变得一个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个投资 对国外的这个投资者啊 他们会跑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来 买进美元之产 包括美国的债件呢 也有更高的回报力 那欧洲的央行啊 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投资 也很乐意买进 以美国债件为代表 同样是 比如说现在是2.0的这个利息 涨完期之后变得是2.5啊 或者这些 那对这些其他各地的投资回报力 在经济发展不是什么好 利息不是很好的这个国家来讲呢 美元变得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 这个投资的这个tools OK 而且不单止是这样子 不单止代表这个利息上涨的原因呢 才代表是说 如果美元增值 他钱放进去 到时候呢 他不单止赚更高的回报之余呢 他换完汇率 换完他的国家这个汇率这个时候呢 也换更多的这个钱 如果汇率正在增值一个1%啊 2%啊 再加上本身的这个存款 这个利息的这种 这种的 这个我们讲加在一起的话呢 他的投资回报力 很可能会超过本国的货币投资 本国的货币的这个资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会吸引更多的这个外地的这个 这个资金呢 流入到美国 所以一旦更多人能买进 美国的资产的这个时候呢 是等于美国的债线呢 会更受市场欢迎 如果更受市场欢迎的话呢 代表美国的这个利息 就会慢慢慢慢会回落 我们刚才所讲啊 就刚才所讲 这个利息上涨 它会有一部分会抵消掉的 就是说因为呢 多人在买进来 如果大家 就等于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 更多的这个钱涌入到美国 美国的债件 等于是说我们房贷债件 也是一样嘛 如果更多的人 觉得房贷债件是3.0啊 4.0的这个利息回报很多 那大家都应用去借钱的 这个时候呢 变得就是说 这个利息呢 就会慢慢往下走 就是因为更多的supply 美元的这个供应 会更多 因为来世界各地的人 会买进这个美国的 这个资产的这个时候 也包括了房贷债件 投资啊 也更多人应用去买进了 这个时候 会导致这个利息呢 相对来讲的会回落 我们刚才所讲啊 这个就是说 说联储级这个政策 它会起了一部分的这个作用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是有国际的这个投资者 我们讲的经济鞋里面 是离不开这个 supply跟demand的这个原理 那supply跟demand 它是决定了一部分的这个因素 它不是完全 因为毕竟联储级加了 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利息 这个是 就是说你存款这个利息 你必须说贷款这个利息 跟那个存款这个利息 有个margin 这个margin是代表这个风险嘛 这个所以呢 所以比如说你存款利息 两个%呢 没有一个贷款利息 给你是1.5啊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呢 这中间一定有个margin 所以一旦这个存款利息 往上涨的话呢 这个贷款这个利息 也一定往上走的 但是走这个幅度 可能不会这么高 它因为呢 就跟他所讲 有其他国家的人 愿意收一个更低一点的钱 跑到美国借钱给你 这个就是我觉得 它会造成一个竞争的 这个 我简单一点讲 就是说 或者我们用个比较 更简单一点的利息就好了 好很简单 就是说 假设美国这边的这个银行 它要借钱 做一个房贷 它借给你是3.5的这个利息 那美国银行这边要借 但是国际 其他国家来讲 很乐意做3.0 它也愿意要啊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对3.0回报 对美元的市场来讲 它很划算 但它国家来讲 货币很低 如果说它愿意3.0的话 如果那大家都去跟 大家肯定是找那3.0的利息 来借的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这边银行 它原来是借3.5的 看到人家借3.0 它受不了 它也会去往下走 也会往下降 所以最终 只要更多人愿意借钱 这个利息呢 就是会竞争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逐步的往下走 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例子 案例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 时间点 什么时候发生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 我们讲一个 从经济学的一个常理来看 就是说 这个利息呢 它都美元的市场 总之是美国经济表现强势 美元在增值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 就是说 这个利息呢 就不可能比世界其他地利息高太多 我们讲这个是因为它互相 如果美元这边的资产这个利息 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高得太多的话呢 那个其他国家的钱 就会流到美国市场来了 因为大家没有理由 很简单 我们刚才 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在台湾如果存款利息只有1%的话 那美元利息存款3% 那大家都可能就 闭着眼睛都知道 不如转成美元 我只用美元存款好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而且美元不但是存款呢 假设 如果你预期美元还会再增值的话 你不但是赚到一个西差 有个2%的西差 3跟2 1嘛 我们这局力差 不是代表真实个案啊 那除了说还有一个增值呢 增值的这个西差 所以美元的资产变得很有细腻 所以我们刚才所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 再从经济学来讲 它必然有个上涨 也必然有个回调 回落到某个什么阶段呢 就是说 美元资产跟他们差不多了 因为中间 这个资产的这种转换呢 还是有风险 有汇率的有风险 这个有政策上的风险 有税务上的风险 有汇率上的风险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是 它一定会有个调整期 所以我比较倾向认为就是说 在未来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利息上涨了 可能上涨意思是什么呢 可能回复不了 回复不到 以前这么低的这个利息 但是呢 很可能比现在这个利息呢 稍微回落一些 因为我认为现在在 现在我们所看到 最近这几天 联邦政府在拍卖这个 在建的时候呢 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拍卖在建的反应呢 并不是很乐落 就是反应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大家一起围要加息嘛 这个 但是呢 在过去这一两天来讲 拍卖这个在建 这个 这个 有 加快乐的 加热的现象 就是开始 市场开始接到 2.3级 现在回报率还不错 对很多个 中央这个银行来看 2点多的这个 回报率开始慢慢变有细利了 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资金呢 又开始回落到 回流到美国的这个市场 那当然我们在过去 这段时间 市场有比较 比较复杂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 由于中国政府呢 买少了这个美国在建 或者甚至拍卖的这个在建呢 美国在建的 导致了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流失啊 但不管我们片子 我们只看这个 从这个经济 整体的基本面 基本面来看啊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是说 美国这个利息呢 不太可能大涨 原因是说 现在这个经济还 如果大涨 必然会吸引 非常多的这个国外资金 进入这个美国 最终又会回落下来 但是呢 回落这个幅度呢 是应该回落不到 前一段时间 来的这么低 这么低 会比现在这个 那现在会比现在更低 也不会 也会 就是说 比现在更低 但不会低过前一段时间 我认为是说 所以趁这个时候 假设你说需要防贷的话呢 我认为应该把握好 这一次这个机会 做好应该做的 paperwork 然后我们等这个机会 所以在这个节目中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 就告诉大家一个range 我认为 比较有机会 做到的这个利息 这个利息可能 扩不到我们之前 这么低的 但是我认为有把握 甚至有机会 可以做得到这个利息 我们讲个average 我们的estimate好了 所以说我认为呢 41万7以下呢 在未来这段时间 30年固定 有可能会做到 3.75的这个利息 OK这是一个 3.65 可能机会不是很大 这是一个 第二呢 就是说15年固定 41万7以下呢 我认为 有机会能够做是3.0 2.87的这个利息 可能回去不容易再回来了 OK这是第二 可能有 极端的情况下 有这个机会 但是机会不是 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说要极端的 这种情况下 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认为 这是2.99到3.125之间 这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预测 超过41万7以下呢 我们统认叫 Agency Jumbo 或者是说 叫做Jumbo弄好的 这利息相差 并不是很严 这个来讲 我们做了一个 7年固定做的比较多 7年固定早前的时间 我们在特定的 这个条件情况下 我们就做了2.75 那现在可能到2.875 到2.99 这是最好 但是这个是要 附加的条件的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 有个足够的 这个存款的证明 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就是说信用 有非常好的 long to value 加在一起 才有可能 做到一个比较低 我们讲的是2.875 或者是 就是我认为 这个是可能 有可能做得到 现在来讲 可能机会 还是有点难度 但是我认为 将来这一段时间 可能有机会 做到这个利息 那除此之外 就是说 我认为 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就是说 做一个investment property 我们还是有机会 做到5年固定 3.0到3.125 这是我觉得 以50万贷款为主 这个贷款金额都 比较小的话 利息可能会更高一些 如果贷款金额都 超过50万的话 也是在3.0左右 我认为 也不会低过3.0 所以现在这个利息 我认为是5年固定 那对于一些 就是说 这个是不限 up to 4个unit的单位 都可以做到 同样的利息 我认为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investment property来讲 我认为不值得去后30年 从我的个人 这个角度来讲 时间点到了就卖掉 而涨到 足够高的幅度的时候 就差不多卖了 因为地产是有周期性的 除此之外 就是说 我觉得 跟大家推荐 假设你现在 有30年固定的话 我非常非常建议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将它转成一个15年固定 因为我们这边 几个例子好了 假设你这个利息 3.0跟3.75 从40万的贷款来讲 这个payment的差异 一年就算是 大概1万块钱左右 1万块钱 当你省下利息的话 可以省下是3000块 你这等于是说是什么 你每年拿着1万块钱 去存钱去投资的话 你一年可以有的回报 是有3000块钱的回报 这是30% 而且因为是固定的利息 这是guarantee的 假设你在市面上 没有找到一个 比这更高的回报的话 倒不如我们是说 去做一个债务成组 减低你每个月 利息的支出 当你省钱 等于这1万块钱 来去省这个利息 你这个利息 是等于1万块钱的回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 从30年转成15年 固定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Kendra Kendra谢谢你 谢谢各位 Kendra是 Top1 Investment的 资深贷款经纪 她的电话是 408-218-9760 好各位亲众朋友 我是李佳音 今天晚上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7点再度 空中有约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特代表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及主持人的听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